相传三国时期 蜀国宰相诸葛亮 亲率大军平定南方之乱 在云南弥漫着独障的丛林里 初来乍到的蜀军水土不服 不少人还没等开战就病倒了 而梦获的军队却能够来取自辱 原来作为梦军主力的遗族人 已经掌握了对本地草药的识别 并形成了独特的运用技巧 最后还是在当地医生的指点下 诸葛亮派人就地采集草药 让军事服用才渡过这一关 在遗族民间 几乎所有神职人员 都兼通医药 他叫卢从英 是楚雄市疑人古镇 专门请来的一位苏尼 苏尼也被称为巫师 他们一般在家族内世代传承 在遗族人的心目中 苏尼是沟通鬼神的使者 他们通过击鼓跳神来驱魔赶鬼 虽然其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识字 不过却颇受乡亲们的信赖 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正是因为苏尼大多通晓医术 能治并救人 苏尼大多数人的信赖 这个就是圣结石 圣结石石头不要太大 石头太大了我也不开给你啊 石头零顶拔一下 这个要就拿进了 就是它会一小坡一小坡地打下来的 对古代医药知识的传承 遗族的先贤们无疑是充满智慧的 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遗族古典文献 《座祭经》 是祭奠死者时必谋唱诵的一种经文 但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共生线药经》却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医药宝典 《线药经》从清代开始流传 里面记载了很多医学理论 书中特别指出 凡药用的植物 动物 家畜 五谷等 只要是对病情有效的 都可以用来相互配合使用 遗族习惯采集新鲜的植物业 也是不俗的遗族医学 是常生在遗族 是老婆心生产生活当中 不断总结起来 春汉浓浓浓 这些月子和身体的这个变化 这个在遗族 越古遗族里面的这 都已经存在了 遗族习惯采集新鲜的植物业 根或根皮 加少许水或盐 冲烂 揉搓 倒融后 赋予伤患处 它们经常使用的植物药 多达数百种 而且能区别各种草药 不同部位的特殊功效 这是被誉为 东方小夜曲的云南名歌 小和糖水的诞生地 大理 迷渡县 在迷渡县人民医院 有一位远近门名的遗族医生 他就是这里的古科主任李昭 李昭的医术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祖传 李昭的爷爷 名叫李童 出生在迷渡县 迎接多户村 一个贫苦的遗族农民家庭 很小的年纪 就帮人放羊当长工 他常年累月 生活在深山老林 对中草药 似乎有一种 与生俱来的好奇 帮人放羊以后 这个遗族的似乎了 然后等那个成奇到什么程度呢 被一个羊去 然后我顶了个羊 搞个底油以后 那个羊的就直接就会出来了 这个成奇到什么程度 这个奇人名叫有七 他见李童是个学医的好材料 而且为人憨厚 诚实 就传授给了他一些奇妙的单方读记 经过多年的刻苦学习 苦心实践 二十岁左右 李童俨然已经成了当地的一代接骨宗师 开始了他的行医之路 李童的医术是神奇的 只要是接触过他的人 或是他医治过的人 都称赞他是神医 有一次 楚雄南华墨排村的一对夫妇 因为受了封建迷信的毒害 把刚出生十几天的儿子 当作偷生鬼 在他的左腿上砍了一刀 扔了出去 谁知过了一天 这孩子竟没有死 于是他们赶紧把孩子送到了李童的诊所 抗起这个娃娃就行头了 我们这个只连了一些的尖 这都拿它刹刀砍了是吧 都把这个鼓鼓地方给它一个人砍 砍了又砍断了 然后连一点 清装防火以后呢 用我们这个祖传的这个油 扶上以后 经过三个月的精心治疗 孩子的断脚终于接活 创造了中医史上的奇迹 在李家 摆放着各种中草药 他们看上去并不起眼 不过 却隐藏着不少绝世良药 其中最神奇的 是一种独门秘传的麻醉药 这个麻醉油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有骨灾 有骨灾来包 我们这个麻醉油呢 一包呢 我们其他的吸引麻醉呢 都是这个 救不把这种事 我们这个油呢 都轻轻地吐上 然后进行抚慰就可以 怎么拿这个弄就可以 他自己手创呢 到现在我们新丹的仪余 新丹的这个分子结构来处理这个 都做不出来 李昭不善言辞 可手下功夫却毫不含糊 他以祖传秘方为基础 又借鉴了西医骨科的一些先进疗法 成了李氏骨科西一代的掌门人 经历了数千年的传承与发展 移族医药 移族医药积累了丰富的防病治病经验 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医药宝库 为适应新时代的医学需要 一些移族新药也被不断地研发出来 发挥着独特的治疗作用